西洋洋与灰太郎剧中有不少仍爱夫妻 他们性格非常般配 那么你知道都有谁是七管炎吗 一起来看看这几位 第一位猫国王 他说了句玩笑话 本来是想缓解一下气氛 却被猫王后喝斥 开玩笑也不分场合 猫国王一生不感康 弱小的他任由王后教训 谁能想连国王都是七管炎呢 第二位灰太郎 灰太郎与红太郎才是七管炎最明显的 红太郎脾气很暴躁 灰太郎一直很宠他 曾许诺只要能娶到他 哪怕挨一辈子平底锅也愿意 婚后的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基本上每天都在挨揍 灰太郎只要有一点做的不对 红太郎就会用平底锅伺候 灰太郎从来不敢反抗 两人感情也非常好 只要红太郎生气了 灰太郎就会挨揍 不过后来的红太郎也逐渐变得温柔 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两位还经常一起撒狗狼 空气中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第三位黄太郎 他是灰太郎的爷爷 妻子叫粉红太郎 夫妻俩相处的模式 与灰太郎和红太郎非常相似 粉红太郎也是个暴脾气 一言不合就开打 黄太郎只有挨揍的份儿 这气势一般人真不敢劝架 感觉会被伤及无辜 有时候黄太郎想理论几句 就会等来更惨的暴揍 第四位叶太郎 别看他戴富眼镜挺拽的 其实也是个气管炎 妻子是香太郎 他的攻击是电韵斗 经常直接砸脸上 其实最开始红太郎是想撮合 焦太郎和香太郎结婚的 刚开始见面时 香太郎还很温柔可爱 后来发现他脾气暴躁 在婚礼当天就临阵脱逃了 香太郎眼泪直流 叶太郎却对香太郎表白了 就这样他们结了婚 婚后的叶太郎要干全部家务 还得挨揍 看到他的惨状 灰太郎都有点同情他了 其实在这些气管炎夫妻中 国王算是最幸福的 王后就算是生气 相比之下也是温柔的 就算怒火中烧 王后也没有动过手 真是贵气又优雅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